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目前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範例主要是跟HR人資比較有關係的 那你會發現目前這個資料 它其實排列方式是這樣 你會發現前面四個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說它的資料總列數不一樣 像那個助理員辦事員 這個65筆 剛剛好像是20幾筆 這個的話就比較少 這個比較多 101 那助專的話 40 所以每一列的長度都不一樣 另外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牽涉到一個 我要需要透過編號去查到它的單位 所以你會發現 特別注意 那單位的話其實在哪裡 其實單位跟各位講一下 這編號裡面的第三個字 108 單位 單位 那這個跟什麼有關呢 有點像資料庫裡面的關聯式資料 因為關聯式資料庫大部分都是用Key 所以我只要是它108 然後去把108代表的是什麼單位 把實際上的名稱帶回來 所以其實有點像做那個關聯的動作 把資料帶回來 那組別的話是哪一組 組別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切到這邊 這邊有個組別 也是一樣 ABCD 那ABCD在哪裡 在這個 第七個字吧 那升等的話 其實就第一個字 升等在這裡 OK 如果1的話是鑄 2的話是零組 OK 所以其實第一個字 好 那再來後面有總共 其實黃色的總共 1、2、3、4、5、6、7 那考核的話其實就是這三個啦 有沒有 占60 那也就是鑄 鑄是幾分 我不知道 A-是幾分 所以你還是一樣要把 那個分數查回來 查回來之後 再去平均 那平均你可以用Average 或者是你相加除以3 也都可以 那鑄是代表什麼呢 這邊有個考核成績 這邊有個什麼 應該是等 等級吧 那考核如果是假的話 是85分 OK 那如果考核是A- 那也是85 所以是85加85加 那其實平均就85分 OK 所以要把這個分數 平均算出來 然後比4的話 就這兩個 這個乘上0.3 加上這個乘上0.7 那就比4 然後把這兩個 這個乘機乘上0.6 這個乘機乘上0.4 那就是來合計 最後就是排名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可是呢 總共會有4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會希望說 一 你先把公式做出來 二的話呢 把它做VBA輸出 那輸出完之後的話 有四個工作表 我希望怎麼樣呢 將來按下一個按鈕 自動四個工作表 就全部完成 那如果一個清除 四個工作表 一起清除 所以你會發現 可能會需要 先做完第一個 然後跳到第二個 跳到第三個 跳到第四個 然後再跳回來 這樣是最理想的 所以理論上 那我們會先做一個 把那個VBA寫好 然後再去寫 跨工作表的這個需求 像神社寫完 所以以後 如果你工作裡面 有這種跨工作表 你就不要傻傻的 一個個慢慢自己來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成VBA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查好了 那因為這裡面的話 因為有些名稱 已經都定義好了 所以這些名稱 你不用再自己去定義 它已經有定義好了 你只要按F3 就有了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先取108 108的話 在第幾個字 插入函數的話 我們可以用文字裡面的MID 所以MID的話 我們可以取 第幾個字呢 取第三個字 所以這個資料裡面 編號裡面 第三個字 那我要取三個字 回來就108 OK 第一步OK了 第二步的話 再把MID的結果解下 插入函數呢 那我要查 關聯式 這個當然會用到 所謂的VILO函數 查閱語參照裡面的最後一個 VILO函數 按確定 那我要查什麼呢 我要查這個 108 去哪邊查呢 F3 那這個是單位 所以找單位 OK 按確定 然後單位裡面的 比的話 一定是比第一欄 那把第二欄的資料代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 點到單位有沒有 它這邊會出現 這個是比第一欄 那我要把第二欄的資料代回來 所以我要把2 那最後的話呢 Range Lookup 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 不要的話 輸入0 或False 輸入0就可以了 如果要幫你找接近的 意思說沒有108 會幫你找107 那你就輸入1 找接近 不過理論上我們用0 按確定 好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OK的 然後組別的話呢 一樣 先把那個A抓出來 所以一樣用MID 最近使用過的MID 然後把這個資料裡面的第七個字 應該第七個 取一個字看看 對A 然後先把A取出來之後的話 剪下來 然後去哪邊查 V的函數 去這個叫組別嘛 所以F3 組別裡面 看一下 組別這個A 幫我把第二欄 所以輸入2 他一定是 查第一欄 記得喔 V欄數只能夠比第一欄 不能比第一欄 不能比第一欄以外的 OK 然後呢 我要第二欄 所以這邊輸入2 然後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不要輸入0 OK 確定 好 這樣就向下填滿 那升等的話就第一個字 所以一樣 我們用LAPS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用文字類裡面的LAPS 然後呢 抓第一個字 LAPS 然後這邊用這個資料 取一個字 但是特別注意喔 因為LAPS函數 它是文字類函數 所以取得的資料是1喔 但是喔 這邊有一個問題喔 你升等裡面的話 這個 這個資料有沒有 這個看起來 你看不出 到底是 數字還是文字 對不對 不過有個方法啦 你可以先怎麼樣 把 除了格式 這個格式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恢復 所以這邊是有個清除 清除格式 清除格式 如果你清除掉格式之後 假如它是靠右的話 那它一定是數字 如果它靠左那一定是文字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裡面放的是一個數字喔 那我們現在喔 我們現在 LAPS得到的是一個文字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用這個文字 去做什麼呢 查詢資料的動作 查什麼呢 我剛剛是查升等 所以按F3 查升等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E沒有前後雙引號 所以我要把第二欄的資料帶回來 一樣不要找接近的 你會發現喔 這邊雖然有E 可是你按確定 它會出現緊的錯誤 N就是NOT A就是AVAILABLE E是我找不到 欸你想說不對啊 不是E 怎麼會找不到 那邊不是E嗎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什麼 你的E是文字E 它那邊的E是數字E 欸 所以要怎麼辦 還記得嗎 只要做一個動作就可以了 在外面再加一個VALUE就可以了 VALUE 這個VALUE的話呢 其實主要做用什麼 把文字E轉換為數字E 這樣子的話有沒有 就OK了 VALUE 它就是把原來的E 轉換這個E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啦 這個蠻重要的 我一直強調 好 那這樣的話按確定 你會發現就查出來了 好 向下填滿 那這個的話就是 拿這三個查 查完之後除 看你要AVA區也好 或者除以3也好都可以 那底下的話 請各位自行再把這些 通通都計算完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OK